泰皇皇位第一繼承人蛙雜拉龍宮 和妻子西拉絲美不得民心 一向被視為花花公子的她 身性暴淚和情緒起伏不定 好可能有愛滋病和丙型肝炎 西拉絲美形象更差 2007年流傳的一段短片顯示 她無事博人在場 只穿Tea bag和丈夫一起為愛犬夫婦慶祝生日 當時正值泰皇因流感和肺炎入院 王柱夫婦形象因而受到重挫 今年5月泰國再陷政變亂局 令蛙雜拉龍宮是否適合繼位的爭議再起